至于欧洲杯决赛即将在我国时间稍后的凌晨三点上演 由英格兰对垒意大利 那在大赛前夕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就先给三师军团打气 献上祝福 女王在写给英格兰主帅索斯盖特的信中提到 自己有幸在55年前 向当时夺得世界杯的英格兰队长包比摩尔颁发奖杯 看到了打进并赢得大赛决赛 对于球员、教练团和球迷的意义有多大 他祝贺三师军团打进决赛 并在决赛中取得胜利 希望历史不仅记录球队的成功 也记录球队的斗志、承诺和自豪